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腊月里的忙碌和欢乐 丝毫不逊色争月里的春节 腊八是丝香的滋味 一碗热乎乎的腊八粥 那碧玉脆香的腊八蒜 金黄松软的腊八豆腐 都是记忆当中家的味道 这种思念就像一只大手扯着我们的衣角 让我们不论走出多远都能够找到归途 腊八也是未来的希望 百合是和和美美 桂圆是团团圆圆 例子是大吉大利 一碗看似平常的腊八粥 寄托着人们最美好的祈愿 而这一年所有的疲惫和烦忧 也都在这一碗热粥里渐渐消融 这世间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无论你身在何处 总会有人惦你冷暖 念你安康 为你立黄昏 为你周可温 那2022年还有一天就要过去了 2023年就让我们带着这份牵挂和祝福继续向前 说天下 接着来关注疫情防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权威的解读 针对感染新冠病毒以后导致肺炎出现白肺的情况 该如何治疗呢 相关的临床专家表示 目前在临床上可重点关注抗病毒 抗休克 抗低氧血症和抗气发感染四个方面 来采取对症治疗 此外相关的临床专家表示 我国关于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的救治 三年来积累了丰富的临床 根据不同的情况都会及时有效地实施救治 其实国家的方案是已经比较成熟 我们都已经到第九版了 一级患者的诊断以后的不同的病情的程度 我们有相应的救治的方案和救治的基本原则 包括它的抗病毒治疗 包括它的一些辅助性药物治疗 包括养疗 包括什么时候盖上什么类型的呼吸机 甚至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候 什么时候需要做体外生命支持 也就是老百姓也都比较熟悉的 像ECOMO这些 在方案上都非常成熟 而且现在针对重症和微重症救治的 整个医护团体 对这样的一些救治的方案和原则 应该都掌握得还是比较好 那比较好 这也是三年的新冠救治当中 那么不断在成熟 不断在完善的这样一个医护救治团队 应该是能够很好的承接这样的一些救治的任务的 从2003年的非典到2009年流感之后的禽流感 再到中东呼吸综合症等等这样的病毒 都会引起肺部感染 目前那一些病人感染新冠病毒之后 也会出现白肺 那么究竟什么是白肺 白肺重型患者的比例有多少呢 咱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释 目前我看网友是这样 他认为一到医院照了片子 有肺炎就要白肺 那不是这样的 他达不到75% 80%以上 这种弥漫病变 这种白的程度 我们都不叫白肺 所以说一般我们说的白肺 都是比较严重的时候 那么实际上现在新冠病毒 能到这个一下子起来 双肺形成白肺到75%以上的浸润和侵犯 还是少的 实际上有些病人来就诊 他是有肺炎 但是都是一般的肺炎 就是达不到75%以上的病变 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北京 负责北京的定点医院的 这个重症 未重症患者的救治工作 那么根据目前住院别人的情况呢 有普通性也有重型 未重型 目前在定点医院住院别人里头 有3%到4%是我们所说的重型 未重型 也就是白肺的病 百分比 说天下 说血氧仪 近日部分的老年人养后患有静默型低氧血症的问题 引发了民众的关注 不少家庭就开始购置家用的血氧仪 以便随时能够监测血氧的饱和度了 没错 就是那种可以夹在手指头上的小仪器 现在可以说是一仪难求 在电商平台上很多品牌的血氧仪 都是下架无货的状态 数据显示血氧仪12月的搜索量 就要11月是大涨了670倍 哇 这么多倍 那也有一名销售人员也表示 他们公司的血氧仪供货周期 已经排至3到7天之后了 拥有牌货资格的前提是什么呢 就是采购量要达到10箱 并且这每一箱都有一百个左右 就是说这排队的可都是大可护 取消量很不小 所以说个人购买不仅买不到 还涨价了呢 有消费者说自己在12月13号 花了59元下单来血氧仪 那么到现在都没收到货 而且同一链接的产品 已经涨到了128元 而且还有网友就说 某品牌的血氧仪去年官网 88购物节的实际到手价格 也就是94块钱 最近是涨到了299元 最贵的一款更是卖到了 1123元这样的价格 说这血氧仪的价格 这翻着背的往上涨 这到底是哪个环节在涨价呢 一名血氧仪的厂商表示 他们的血氧仪并非恶意涨价 扩产能意味着工厂需要增加工人 下游订单量增加之后 厂商需要向上游采购原材料 也就是备货 上游的原材料上涨 也会让厂家的成本增加 不过尽管原材料 以及人力成本上涨 但是在这一波涨价当中 仍然是有炒作的这样水分 据专业的业内人士透露 算上拿下医疗器械症的成本 一个指甲式的血氧仪成本 也就是几十块钱 从这个几十块钱到上千元 这中间的这个差价也太大了吧 确实 既然血氧仪涨价还买不到 就有网友寻找替代品 比如说有监测血氧功能的智能手环 或者手表 是不是这个也可以呢 但是很多的智能设备 是有这个功能 但是手表和手环 毕竟不是医疗器械 像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钟明就表示了 智能手表手环不是一个医学级别的 所以说很难讲在发热的时候 或者是出汗的时候 会不会对这种信号有影响 或者是呢 你打寒症的时候 血管收缩的时候 会不会有影响也不知道 所以说对于手环和手表 目前是没有科学证明 它是可靠的 多个品牌智能设备的客服呢 也表示啊 智能手表血氧测量功能 是仅能作为参考 不建议呢 作为医疗设备来使用 那你说啊 一边是大家对血氧仪的需求 一边又是血氧仪的涨价 而且呢 它又很难买 就有政府部门 现在已经出手了 日前北京市卫健委 北京市医疗保障局 组织对老年人等高风险人群 发放血氧仪 而且呢 还有的社区组织了团购 59块钱一个的价格 居民表示 这个价格我可以接受 另外呢 还要跟大家伙说一句啊 其实呢 大部分没必要购买血氧仪 北京胸科医院呼吸 与微重症医学科主任叶桓表示呢 并不是所有的感染新冠的人都要买 纸脉氧仪啊 我觉得对一些高风险人群 应该是必要的 比如说这个病人呢 本身就有基础病 原来这肺就不好 有肺筋鲜化呀 慢停肺呀 甚至肺部肿瘤 这些疾病的病人呢 又感染新冠 我觉得被一个比较安全 另外一个高龄的 是吧 80多岁的 甚至90岁的老年人 感染新冠 这个呢 我觉得 你听哈 所以说对于 没有严重基础性疾病的 普通人去来说 监测血氧饱和度 其实意义是并不大的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所以说不需要跟风 去购买血氧仪 好 咱们再来说说 这杨康之后 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随着第一波新冠病毒 感染者转移之后 进行体育锻炼引发 心肌炎的个别病例 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那就有专家指出 新冠病毒感染 大部分五到七天之后 就会有症状的好转 逐步康复 但是也有少数患者会累移心肌 一般会发生在感染新冠两周之后 一般都是在感染新冠 两周以后 心肌会有一定的一个反应 像心电图的一些变化 心动过速 心动过缓 传导系统的问题 还有一些新功能的问题 病人有的时候 有胸痛 胸闷 气短 心肌 甚至晕觉 这样的症状 那么发生这样的问题的话 如果严重的话 要及时到医院里去查一查 心肌酶有没有什么变化 一方面是逐渐恢复运动 另一方面则要加强营养饮食 值得一提的是 新冠病毒感染转因 并不意味着 我们和病毒的战斗结束了 还是建议大家 不要在这个时候去大吃大喝 吃一些特别油脂的东西 肥肝后卫的东西 这样不好 这样不单对你的疾病的康复不好 而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说这个时候 饮食要清淡 但是不能营养都没有 我就光喝点西汤瓜水 行不行 肯定不行 要有足够的营养蛋白 吃个鸡蛋行吗 煮鸡蛋 你喝点牛奶行吗 这样我们多吃的蔬菜 水果 这样保证我们的一些体力的恢复 那么心肌炎有哪些心肌的症状 什么情况需要紧急就医呢 另外还有一些人有这样的疑问 阳康之后多久可以进行运动 阳康之后又该如何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呢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心肌炎它其实大部分人是也可以自愈的 但是要避免过度劳累 一般它早期的症状就是 当我们活动以后出现心慌 胸闷 胸痛 当然严重的可能我们会出现晕厥的症状 大部分人早期的就是活动后出现 这样的一些心慌胸闷的症状 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赶紧休息 如果休息后有缓解 我们就继续观察 但是如果休息后不缓解 或者症状持续加重 那就赶紧去医院去查一查 我们一般的就是说当我们症状基本消失之后 一到三周的时间内 还是要避免剧烈的运动过度的劳累 这当然是因人而异 如果我们本身新冠的症状比较轻 那可能我们康复之后一周的时间 就完全回到了这个之前的状态 可以开始恢复以前的工作量 恢复以前的一些运动 但是一定要遵循循循渐进量力而行 那么如果说我们症状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那我们最好是康复再过三周以后 我们再开始恢复 在恢复的这个过程当中 一旦感觉到自己劳累 头晕心慌凶悶 那赶紧就休息 在康复的这个三周内 我们还是不建议大家大吃大喝 不建议大家长途的旅行 也不建议大家很快地 就恢复自己以前的一些体育运动 还是要慢慢来 等到感觉身体已经和以前没有区别了 咱们也是还是要逐步地 去恢复以前的这个活动 我们提高免疫力 其实现在没有可靠的药物 一个是说我们接种疫苗 是预防我们各种感染性疾病的最佳途径 像新冠的疫苗 流感的疫苗 肺炎囚菌的疫苗 可以帮助我们抵抗很多呼吸道传染病 另外我们还是说 合理的膳食 规律的运动 充足的睡眠 良好的心态 这个是我们提高免疫力最佳的途径 新冠康复之后如何预防肺炎的出现 什么情况下需要就医呢 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很多人就是两周之后 仍然有咳嗽胸闷的症状 那么到医院之后 一看CT上也有肺炎 它其实这里边有两种情况 一种可能它之前就是有这个新冠病毒相关的肺炎 那么它这个之前没有做这个CT 所以没有发现 因为这里边人大部分人 它是可以自愈的 虽然它到了肺炎的 但它仍然是一个自现性疾病 对于咱们免疫力正常的年轻人 轻壮年人来说 有一点肺炎 它仍然是可以自己康复的 没有关系 那还有一部分人 它是后期由于我们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 呼吸道的防御能力下降了 或者因为我们没有好好休息 趁着免疫力低下的时候 它又激发了细景感染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有可能是在这个7到10天之后 胸闷气短的这个状况 咳嗽的症状反而加重了 甚至又再次发烧了 这种可能大概率 它是又激发了新的细菌感染了 所以我们可能通过查血肠规 通过拍胸部CT 医生会综合判断一下 如果判断它是原来的肺炎在恢复期 那我们不用处理继续休息 可能什么药都不用加 如果判断它又激发细菌感染 可能我们需要加上抗生素 再巩固治疗一段时间 这里边大部分人也是很快能康复的 也不用太担心 说有真功夫的大妈 辽宁安山的一位65岁的大妈 练得硬气功那是不一般 徒手可以劈坏三块砖头 在现场观摩大爷 都被大妈的气势给震撼到 连连拍手笑好 这霹雳砖头还真是回一回见 嗯 是真功夫 这家庭地位也是一目了然了吧 不过小编提醒 该行为存在风险 请勿模仿 说生活中充满物理学 近日青海西宁的一男生 被奶奶吃配用漏勺去挖面 男生感觉很困惑 起初以为会挖不上来 没想到漏勺真的没漏 顿时就被惊住了 这就是丰富的生活经验呀 奶奶厉害 虽然不懂原理 但就是不漏 看来以后要多帮奶奶做点事了 你就会从生活中 体会的不一样的道理 说一个敢卖一个敢买 近日黑龙江海伦的谢女士 收到自己网购的一箱橙子 打开之后 发现橙子都冻得硬邦邦 成了冰球 谢女士说 自己听朋友说 这个品种的橙子很好吃 才购买 结果快递在路上停滞了13天 才收到 最近黑龙江零下20度的低温 把一整箱橙子都冻成了冰 磕在地上 声音还挺清脆响亮 自己用刀切开尝了一下 冻橙子 味道不错 没毛病 果然是冻得邦硬的橙子 果冻成 说小小的风景满眼的美好 有这么一种鸟 身披橄榄色羽衣 眼眶四周 绣着一圈精致白色眼线 甚至还上过宋徽宗的玉笔画 梅花绣眼图 没错 这种鸟的名字就叫做暗绿绣眼 近日 山东一位摄影师分享了一段 这种鸟的绝美视频 画面中 两只暗绿绣眼鸟 互相依偎 梳理着羽翼 爱意满满 是真的好看 宋徽宗不愧是古代帝王审美的天花板 说 听一段治愈的声音 这声音怎么样 有没有勾起你的食欲 近日 一场冬雪降临在秦岭山脉 在陕西汉中 秦岭大熊猫野化培训浮平基地 有一个认真吃瓜的宝宝 大熊猫强声 坐在雪中 超沉浸地吃着南瓜 吃东西的模样 真是可爱又解压 这嘎嘣脆的声音 听着也太上头了吧 我到长城非好汉 腰好腿好精神好 祖国山河跑一跑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的时候 用输筋剑腰丸 传承四百年陈里记制药精髓 专要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强筋骨趋疼痛 对啊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里记 肋风湿 关节变形肿胀痛 曹清华牌治骨痛 腿脚痛 关节疼痛走不动 曹清华牌治骨痛 老腰痛 关节疼痛起步来 曹清华牌治骨痛 风湿 肋风湿 老骨痛 用曹清华牌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二十年老牌子 治骨痛 说天下 说告别 北京时间十二月三十号凌晨 巴西足球传奇 球王贝利 因结肠癌 引发多器官衰竭 经抢救无效 与巴西圣保罗的一家医院去世 享年八十二岁 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上 巴西队的球员们 在比赛后打出贝利的横幅 为当时正在病痛中的球王祈福 因为对化疗没有反应 贝利当时正在医院的临终姑息治疗病房 接受一些减轻疼痛的治疗措施 没想到仅仅半个月过去 在全世界球迷的祈祷和祝福中 贝利还是离开了我们 无论是绿营场上群星如何闪耀 贝利永远是唯一的球王 在她的职业生涯当中 一共进球一千二百八十三个 她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名鼎鼎的十号球员 也就是从她开始 十号成为球队的技术核心的象征 她在1958 1962和1970年代表巴西队 三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是史上获得世界杯冠军次数最多的球员 同时也是唯一一个 贝利1940年出生在巴西的一个贫寒家庭 尽管贫穷 但是小镇上的每一条街道 都是孩子们持手的绿营场 从小贝利就展现出踢球的天赋 只是她的足球是父亲为她特制的 用一只大号的袜子 塞满了破布和旧报纸 然后尽量捏成球形 但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之下 年仅17岁的贝利 就已经坐稳了球队主力的位置 代表桑托斯联队 在和欧洲强队的交手当中 大出风头 同年她首次穿上国家队的球衣 三冠世界杯之路正式开启 1958年的世界杯 贝利共计打入六球 是世界杯历史上完成 帽子戏法最年轻的球员 这一记录保持至今无人能获 这一届的世界杯决赛 17岁的贝利成为历史上 最年轻的世界杯冠军 从这时起 一个属于这位巴西人的 全新时代到来了 贝利代表巴西队 取得三届世界杯的冠军 在1970年的世界杯上 即使是贝利没有打进的那三个球 中场调射 被班克斯扑出的头球 和对阵乌拉圭的过人 都已经成为经典 而这届夺冠之后 国际足协按照规定 把象征着世界足球 最高荣誉的雷米特杯 永远留在了三冠巴西 1961年 贝利代表桑普斯联队 在周连赛的进球效率 达到了令人发指的 26场47球 可以说贝利的巅峰期 全部奉献给了巴西 他的球技 在进入成熟期之后 更是无所不能 巴西队主教练曾说 你问我最好的左后卫 最好的中场 最好的中锋是谁 我都会说是贝利 他也可以成为 最好的守门员 只要他想 1969年11月19号 29岁的贝利 在马拉卡纳体育场 打进了个人职业生涯的 第一千个进球 这个球是一个点球 而且是在主场 人们为了庆祝 这个历史时刻 甚至是冲进场内 令比赛中断了15分钟 一名巴西的记者就说 为什么这第一千例进球 偏偏是个点球呢 因为上帝他老人家说 世界呀 你停一停 你得仔细看看 这里进球 1974年 贝利加盟美国纽约宇宙队 在宇宙队效力了三年 也是贝利职业生涯的最后三年 他一共踢了111场比赛 进了65个球 美国足球呢 在这期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美国人特别将美国足球史 划分为两个时代 一个是贝利以前 一个是贝利时代 正如后来里根总统接见贝利时 说的那样 你好 我是里根 美国的总统 但是你没有必要做自我介绍 所有人都知道贝利是谁 凭借着惊人的天赋和成就 贝利影响了无数热爱足球的人 贝利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呢 球团众多球星 纷纷发文缅怀 这位绿音场上至高无上的王者 C罗说 你是无数人的灵感来源 和永远的榜样 安息吧 球王 梅西和姆巴佩也晒出了合照 表示悼念 并且配文说 足球之王离开了 但是他留下的财富 永远不会被遗忘 一代球王的传奇落幕 巴西政府在贝利去世之后宣布 将会举行为期三天的哀悼 巴西总统 伯索纳罗表示 是贝利让全世界知道了巴西 他把足球变成了幸福和艺术 美国总统拜登也在社交平台上 发文称足球是一项将世界团结在一起的运动 贝利从卑微的出身成长成为足球传奇 是一个关于人的可能性的故事 阿根廷总统也表示 我们将永远牢记过去的那些年 贝利用他的球技令世界叹服的日子 贝利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1月2号上午10点到1月3号上午10点 在维拉贝尔米罗球场举行 仪式结束之后呢 运送灵鹫的队伍将穿过桑托斯市的街道 并经过贝利母亲的家门口 贝利曾经就在这个球场踢过职业生涯当中最棒的几场比赛 如今也将在这里我们向他告别 我们仿佛回到1977年10月1号那一天 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中 球王贝利在全世界球迷的注视下退场 留下一句话 爱比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都重要 如今贝利真的退场了 他的个人社交媒体账号 用葡萄牙语和英语发布了球王离世的消息 球王贝利今天安详地离开了 爱与鼓舞人心是他整个人生的标志 他曾经用自己在体育领域的天赋终止过一场战争 他前往全世界参加社会活动 传播他心中的坚信的解决问题的关键 那就是爱 贝利的故事就在今天成为未来几代人的宝贵遗产 爱还是爱 一直去爱 直到永远 2020年著名球员马拉多纳去世之后 贝利曾经至此说 总有一天希望我们能一起在空中踢球 球王的传奇和辉煌永远不会褪色 一路走好 此后再也没有病痛 只有快乐的足球 接下来说天下 说一个电话救回一条命 近日浙江周山空调维修师傅石海队 按照约定的时间上门为客户养奶奶去维修空调 石师傅提前不打电话 准备再次确认地址等信息 没想到电话接通之后对方无法回答问题 电话里听到的只有微弱的呼吸声和吱吱吱吱的声音 而且知道老人年事已高 史师傅一下子就警觉起来了 担心老人出事 他立即就赶到现场 反复地去敲门 现在一直没有人应答 便开始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察和120火速就赶到了现场 因为敲门没有应答门锁也没有办法打开 情急之下警察就敲开了邻居的家门 从邻居家的阳台翻过去 又从窗户爬到杨奶奶的家里 原来杨奶奶晕倒在了门口 大家一起将老人台上的救护车送衣 史师傅看到老人送衣之后 便回去房间进行检查 发现空调只是遥控器 电池没电 更换电池确认没问题之后 他打电话通知老人的女儿 并向他说明老人的情况 之后关好门窗便离开了 要说这救人也不忘本职工作 史师傅的细心是救了老人一命 据了解杨奶奶今年71岁 平时是和老伴生活在一起的 几天之前老伴患病住进了医院 家中暂时就只剩下她一个人 杨奶奶患有帕金森病 平时靠药物为时 没想到当天突然发病 经过抢救杨奶奶目前已无大碍 她的女儿也很快赶到医院照顾 并对史师傅和民警表示了感谢 史师傅也说 这是自己应该做的 老人没事就好 简单的话 朴实的人尽责的爱 为善良细心的史师傅点个赞 点个赞 非常时期对老人和子女都是一个考验 很多人都有分身乏术的感觉 这个时候更需要彼此增加沟通 来多报平安 没错 最近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是一派喜气 13只半岁左右的大熊猫宝宝 是集体亮相 为熊猫粉丝们送上了最萌的新年祝福 咱说这一个团子已经够开一天的了 13个团子组团卖门 这谁扛得住啊 一起去看看 此次亮相的13只大熊猫宝宝 其中太阳产房有混彩 北辰加薪等6只 月亮产房有交易 济染等7只 我们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 2022年共繁育了15只大熊猫宝宝 今天亮相的有13只 最早出生的是6月15号 最晚出生的是8月29号 应该今天看到的13只 最后出生的两只没有出来 因为它们是最小的 而且这个天气很凉 它引起感冒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亮相了13只 目前所有大熊猫宝宝们 成长状态良好 其中体重最重的交易 已经超过12千克 最轻的福苑也已接近6千克 据了解 近年来熊猫基地坚持优生优育 严格按计划 优选选士林雌性大熊猫参与繁殖 不断改善种群遗传结构 保持良好的遗传多样性 目前大熊猫圈养种群数量 发展到237只 通过不断引进和培养人才 开展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等方式 使圈养大熊猫 种群年均增长率 提升至12.2% 为大熊猫种群繁衍发展延续 贡献了应有力量 说天下说高手在民间 最近一位男子凭借着一手自创的自画像 就走红了 各位可得听清楚了 这个不是自己的字的那个自画像 而是名字的字 自画像 正看为人民 倒看成肖像 咱们一起上演瞧瞧 你看这乍看是平平无奇 歪歪扭扭啊 但是把纸倒过来之后 真的是被惊艳到了 看似简单的鲁迅二字 竟然是鲁迅先生的画像 整个作品呢 没有繁杂的装饰啊 只有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虽然只有一种颜色 但是呢 笔画粗细不同 明暗对比强烈 一眼看去呢 名语人 真的是契合度极高啊 没错啊 看之前这是啥呀 看之后 真是太厉害了 以为是青铜 实则真的是王者呀 看似随意无奇 但是每一笔都见功利 这种自画像的创作者呢 就是画面上的这位啊 名字叫做王维廷的人 他是浙江金华人 今年39岁了 王维廷说啊 他首次尝试自画像的形式呢 是在演员吴梦达续续时 同很多80后90后小伙伴一样啊 这位金牌配角的影视作品 给王维廷留下了不少的美好记忆 于是呢 他为达叔创作了一幅肖像画 吴梦达三个字倒过来 就成了吴梦达的画像 一幅看似简单的作品 刚开始往往需要一两天才能完成 有的时候甚至要更久啊 但是现在熟练了 有一些简单的作品 甚至是一两个小时 王维廷就可以完成了 这除了令人惊叹的自画像 王维廷还有不少的绝活 比如说啊 用这个豆腐呀 瓶和口红等等的材料 雕刻出人像的面孔 那说起这个雕刻 王维廷呢 不是科班出身 他曾经在杭州做过网络工程师 当过餐厅的老板 进入雕刻领域 纯属是偶然的 怎么回事呢 十年前 王维廷打算给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 做一张婴儿床 于是呢 就在目工论坛上翻阅教程 边学边做 这是自学成才啊 没错 食材雕刻是属于浮雕 对刀法的要求是更高的 他要求高 稳 准 快 柔 是缺一不可的 轻微的手抖 都有可能会功亏一篑的 那王维廷练习 在嫩豆腐上雕刻啊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有模有样了 现在大约20分钟 他就可以完成一个作品了 我跟你说说啊 王维廷呢 还有另外一个绝技啊 就是牙雕 用牙齿来雕刻作品 咱们瞧瞧啊 咱们来看 普通的这个啃苹果 到了他的嘴里 就成了艺术品 一个人物肖像 一啃一个准啊 王维廷也说 这一路走来 给他最大力量支撑的 就是兴趣这两个字 毕竟只有热爱生活的人 才能追寻到 自己出彩的人生 说得真好啊 有这个劲头啊 相信王维廷 会继续创新和摸索 制作更加新颖的雕刻作品 咱们呢 一起来期待吧 说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 发布公告 2023年1月1号期 我国将对1020项商品 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 进口暂停税率 增列白茶 蔬菜种子 手术机器人 激光雷达等税募 调整后 税则税募总数为8948个 说为期三天的 国家乒乓球队 教练运竞聘与交流活动 29号落下帷幕 经过两个阶段的投票评选 竞聘评审委员会 选出新一届 国家乒乓球队 教练组负责人 总教练为李笋 男队主教练为王浩 女队主教练为马林 混双组长为肖战 24名教练员 进入国拼教练大名单 说由于罕见冬季风暴 导致自来水水管冻裂 美国南部多地 近日再度陷入用水危机 在密西西比州首府 杰克逊市 数以万计的居民 正面临严重的用水难题 这是不到两年时间里 杰克逊市遭遇的 第三次严重用水危机 说近来 在泰国东部海域 一种名为黄带病的 珊瑚疾病 正在快速摧毁海底的珊瑚 更糟糕的是 由于不知道病因和发病机制 目前有效的治疗手段 和预防措施都无从谈起 2021年 泰国首次在巴蒂亚附近海域 发现珊瑚黄带病 如今这种疾病 已经扩散到约240公顷的海域 说近日 一场几乎史无前例的 冬季风暴席卷北美 位于美国纽约州 和加拿大安大略省交界处的 尼亚加拉大瀑布 出现千里冰峰的盛景 宛若仙境未为壮观 过去一周 冬季风暴几乎席卷全美 带来低温 暴风雪 冻雨 洪灾等 已在全美造成数十人死亡 内风湿 关节变形肿胀痛 曹清华牌制骨痛 腿脚痛 关节疼痛走不动 曹清华牌制骨痛 老腰痛 关节疼痛起不来 曹清华牌制骨痛 风湿 内风湿 老骨痛 用曹清华牌一心除湿止痛胶囊 二十年老牌子 治骨痛 我到长城非好汉 腰好 腿好 精神好 祖国山河 跑一跑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的时候 用输筋进腰丸 传承四百年陈里记 治药精髓 专药专治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对啊 输筋建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里记 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 手麻 脚凉 养心用好药 专利药 一安宁丸 作为一种治疗关心病的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 一安宁丸 获得国家专利保护 祝您心脏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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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说天下正在直播 欢迎回来 说天下我们来关注 今天开通运营的 京唐成绩铁路 北京到唐山 以及北京至天津滨海新区 成绩铁路 保底至北辰段 今天是同步开通运营了 北京站至唐山站 北辰站间的最快分别 一小时零三分钟 一小时三十二分钟和达 京津记地区 轨道交通网路进一步完善 轨道上的京津记加速行程 京唐成绩铁路 起自北京城市副中心站 经北京市通州区 河北省廊坊市 天津市保底区 进入河北省唐山市 接入天津至秦荒岛 高铁唐山站 线路全长150公里 主要区段设计时速350公里 最高运营时速310公里 共设北京城市副中心 燕郊 大厂 湘河 保底 玉田南 唐山西 唐山 八座车站 其中北京城市副中心站 正在建设中 京滨城际铁路 与京唐城际铁路 北京城市副中心 至保底段 共线共站 线路从保底站 向南引出 经天津市保底区 武清区 北辰区 东立区 滨海新区 接入天津至秦皇岛 高铁滨海西站 保底至滨海西段 长97公里 设计时速250公里 此次建成通车的 是保底至北辰段 设保底南北辰站 北辰至滨海西段 正在建设中 开通运营初期 京唐 金滨城际铁路的列车 由北京站始发中道 铁路部门 每天安排开行 北京站 至唐山站 动车组列车5对 最快1小时03分可达 北京站至北辰站 动车组列车2对 最快1小时32分可达 同时安排北京站 至秦皇岛站 2对动车组列车 经金秦高铁跨线运行 最快1小时39分可达 接下来我们将拨转时间 移步到今天早上 从唐山始发的 京唐城际首发列车 高8802次上 去体验一下 时速350公里的 复兴号高速动车组 给京经济一体化的生活 带来的新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 这辆复兴号高速动车组 就是唐山制造的 唐山制造实行首发任务 也为备受关注的 京唐城际铁路通车 增添了更多的纪念意义 我现在就是在 河北的唐山站 那么今天起 京唐城际铁路 就将正式开通运营了 在我身后 其实就是从唐山站 始发的高8802次列车 再过几分钟 这趟车就将出发了 那么在现场 我们还可以看到 有旅客正在现场 进行拍照留念 留下有纪念意义的遗课 那说到唐山至北京之间的铁路 其实在过去的时候 也是有通车的 我们来看一下示意图 在过去的时候 从唐山到北京的话 要走天津的滨海溪 天津溪 再到达北京市区 应该说这是一个三角形 而现在的这个线路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几乎是一条直线了 那刚刚也提到了 从唐山站出来以后 要经过这个唐山西 玉天南 以及天津的宝底 到河北的廊坊 然后再进入到 这个北京的市区 最终是到北京站 整体的线路上 一共八个车站 那除了正在建设的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以外 其余的七座车站 今天也都同步开始运营了 而时间上 从三角形到一条直线 运营的时间也很短了 从一个半小时缩短到 最快的时间呢 是一小时零三分钟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首发列车 六点十分 从唐山站出发以后 七点十三呢 就到达了北京站 而从北京站 今天上午八点四十多分的时候 还有一趟列车呢 也会出发 那整个在这个平寺上也非常密 那安排了五对的这个动车组 列车呢 是往来 还有两对的这个高铁 那么是去往秦皇岛 应该说对于三地之间的这个交通啊 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从刚才图上也可以看到 其实呢 京堂成绩铁路 它链接了河北的这个东北部地区 以及天津 还有北京的这个市区 可以说一条铁路串联了金金记 那首先呢 就是对三地的这个产业呢 有很大的这个带动作用 目前的沿线的城市呢 都在依据这个铁路线 重新进行城市的规划 相信未来相关的经济要素 会向这个铁路沿线呢 进行聚集 其次呢就是这条铁路 对于三地之间的人才的往来 有很大的帮助 就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 首批的乘客当中呢 就有一位北京理工大学的老师 他呢其实是在北京理工大学 唐山研究院 这个有相关的科研的工作 每过一段时间呢 就要往来这个唐山与北京之间 今天他告诉我们说 这条铁路开通以后啊 他可以一天之内 把唐山和北京两地的事情都可以办 都可以办完 同时呢在他这个唐山研究院呢 还有200多名研究生 也需要不断的往来于天津和北京之间 那这条铁路开通以后可以说 对于这些人才的往来 提供了很大的这个便利性 而这个时间的缩短呢 也让唐山呢 加速融入这个北京首都的这个一小时交通圈 而且更好的消息是 北京的副中心站建设完毕 投入使用以后啊 从唐山到北京的通舟区啊 时间还可以缩短到39分钟 应该说唐山和北京之间的这个 时间成本越来越近了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列车呢 现在已经是缓缓地开动了 那么相信一个小时以后呢 在北京站我们就能见到这列列车了 那应该说 随着这个京塘城际铁路的开通 轨道上的惊惊计呢 正在加速地形成 我们也希望这个轨道上的惊惊计 形成的这个脚步啊 越来越快 嗯 那京塘城际铁路 开通运营初期 铁路部门每天安排 北京站行至唐山站间的 动车组列车呢 是有五对的 五对列车当中呢 唐山站始发到北京站 最快车次为高8802 全程用时是一小时零三分钟 北京站始发到唐山站呢 最快车次为高8803 全程用时一小时17分钟 另外呢 经过查询啊 12月30号 京塘城际铁路 唐山站到北京站车次的 二等座的票价 是为85元到103元 北京站呢 到唐山站二等座票价 是为86元到103元 这京塘记再添一条 客运的黄金通道 而我们迈向美好生活的步伐 也一定会越走越快 越走越稳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 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 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 不刺激的理念 深入分析便秘成因 查阅医点药点 从上千种药材中 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 黄芯 银杏果 芦药液 精妙组合 精确配比 研制出香丹青排科研胶囊 增加肠润滑 增强肠动力 温和通便不刺激 帮助规律排便 大便干节 排便费力 排便时间长 排便量少 用香丹青排科研胶囊 上市二十年 帮助越来越多的人 恢复规律排便 经常便秘 认准香丹青 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大家好 我是铁峰 我来做您信赖的 好物推荐官 随着天气转凉 很多心脏不舒服的 各位朋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 今天的福利 本当为您推荐的是 高含量的 腐霉Q10 胸闷气短 乏力 这些症状 都是心肌功能不足的表现 腐霉Q10 就是为我们心脏 添动力的 本当为您推荐的 这款高含量的腐霉Q10 可以说是让您花 低价享好物 这款大品牌的腐霉Q10 每100克 含腐霉Q10 高达16.7克 原价295元一盒 本当团品价 每盒一个月用量 仅需49元 没有听错 不到三折的价格 每天不到1块7 就可以用上 高含量的腐霉Q10 6盒为一组 只有2000组的福利 想省钱的各位 千万别错过 拿起手机 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赶快参应成天 这款大品牌的腐霉Q10 首先是含量高 每100克含腐霉Q10 高达16.7克 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 而且这个腐霉Q10 属于小蓝帽 好用易吸收 导播提示我们 观众朋友们很识货 说话的功夫库存 正在骤降 我们的电话正忙 一起传听 高含量的腐霉Q10 为我们的心脏添动力 原价299元 一盒大品牌 高含量的腐霉Q10 本档团拼价格 每盒一个月用量 仅需49元 6盒为一组 赶快拨打屏幕上 团听热线 跟着我一起 花低价享好 中文字幕提供 泪风师 老骨痛 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20年老牌子 治骨痛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痛啊 用输筋剑腰娃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娃 广州白云山 陈礼介 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 手麻 脚凉 养心用好药 专利药 一安宁丸 作为一种治疗 关心病的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 一安宁丸 获得国家专利保护 祝您心脏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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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一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说天下正在直播 欢迎回来 2022年即将结束了 这一年呢 我们看过了365个日出日落 日出相伴云海 日落染红天空 还有漫画般的七彩祥云 朝霞 晚霞 云海 星空 这些百看不腻的天空 都帮你收集好了 看到哪里会让你热烈盈晃呢 希望这些天空 能成为你2022的专属回忆 那今天的节目最后 就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这些美丽的天空 更多的精彩资讯 请关注北斗绒媒APP 说天下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